現在在哪邊 救護人員一到場 就趕著要把傷患送醫 傷者從一處工地被推了出來 推上救護車 火速被送達醫院 醫護人員快動作搶救 上午8點54分 52歲的羅姓工人 在嘉義縣民雄鄉 這處新建透天座工地 發生墜樓意外 遺憾的是 這名工人搶救後 仍舊因為傷重宣告不治 根據瞭解當時 他正進行外牆磁磚的清洗 卻在作業時 不慎從約十五米高的五樓摔下 依舊規定要上到二點四公尺 月一層樓高處作業時 必須穿上背負式安全帶 當時羅姓工人是否合乎規定 勞動部職安衛生中心 將展開後續調查 要釐清這起公安事故 相關罩責以及發生的原因 華視新聞陳前幫 邱君平謝宇欣嘉義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